國小廢校之後變成書店 相信很多民眾都認為不太可能 但是這個太平青鳥書店的成立當天 卻吸引了上千位民眾來參加 三樓 都是人 大家都在拍照 都是人 因為這個地方是滿大家喜歡在那邊拍照 對 因為看起來風景很漂亮 晚上應該夜景更不錯 因為那個上面那個紅花山那邊 平常晚上就是如果好天氣的話 就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對啊 反正大家不會去注重的地方 就突然變得其實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對啊 就規劃得很好 對啊 我們市長在做事 用腳來認識基隆會感覺 滿特別的 其實還不錯啊 這邊的view你有看了嗎 有 這還滿美的 覺得小朋友在這邊就是上課 之前的小朋友在這邊上課 那種大基隆的感覺還滿好的 滿幸福的 對 OK 歡迎你們常來 謝謝 謝謝 台北來的嗎 對 色寮橋 色寮橋看得到啊 看得到 看得到 他要視野幾乎看到港口 對 所以就大概 整個半個基隆 180度 全部 全部通通看得到 等於這個錢人都只很高 對 這個三成啊 我居住是三餐的 哪好天氣還可以看得更遠 過去問 吃飽就來逛 現在有雞人 雞人早上有三黑 叫天黑黑 住黑黑人 你改變了基隆的整個 真的是個三層的生命體 以前基隆很多人都說是什麼商務城市 那個李基隆市長來的時候 都還在講商務城市 現在沒有 現在正經的 東方明珠 是 現在也快好了 這邊也有很多故事 所以我們把這邊做成一個 view很好 你可以看到海洋 跟世界連結的一個點 然後跟我們基隆早期發展的 這個地方的歷史故事 也是一個很好的連結 那這種連結就會有文化 文化跟書就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 創造成一個太平清鳥的一個書店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樣 大家來這邊可以看歷史 可以從書本裡面去看歷史 可以從現場的景 去看到我們從海洋 去連結世界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無限的可能 希望大家上來 今天人好多 是啊 非常多啊 我們也希望 我們也希望大家平常有空就上來這裡 可以看到整個的都市 他整個的環境 跟整個的港口 甚至港口在這個時代裡面 如何的蜕變 這邊都可以細說這個故事 這個不可能的事情能夠成功 背後需要很多人來堅持推動 讓夢想成真 慢慢累積的過程 把它打開的過程 就好像太平清鳥用的一句話 我也覺得還蠻感動 就是打開一本書來閱讀基隆 跟大家報告 我為了這個設計 找到這個建築師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至少有四五十組的 國內外最厲害的 我都找來了 可是前幾年找來的時候好棒 然後就再見不聯絡了 慢慢慢慢也是因為這個累積的過程 大家覺得這個空間 其實是可以發揮的 有這樣子的底子 來吸引到郭旭元建築師 來操刀做這個 我想其實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就是看我們怎麼重新定位它 那在基隆 我們創造了一個新的典範 也創造了一個新的可能性 我想是值得大家來走走看看 這個堪稱全台最美書店 也是跟大郵輪同框的最好拍攝點 基隆市政府官銷處長 還特別規劃好康活動 邀請民眾一起來參加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積極在申請負航中 那我們也很期待說 在基隆港作為這個亞洲的 最佳郵母港 我們也非常期待 郵輪能夠盡早複航 那郵輪的公司 也因為我們這個非常棒的 遠眺的一個景點 跟我們有一些合作的這個方案 那大家如果 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活動 就是希望大家來這裡 跟這個郵輪拍照打卡 那只要上船呢 就可以有機會可以抽得大獎 那這個大獎當然就是 這個可以搭乘郵 四天三夜的一個郵輪的郵城 那我們有兩個大獎 還有呢還有五個很精彩的小獎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說 藉由這個活動讓大家知道 基隆的這個景點是一個非常重要 然後也是非常對於這個 基隆港的這個景色一個最佳的這個 這個眺望點 我們在座所有的貴賓 我們蔡司英委員 聯副市長 還有郭旭媛建築師 黃建築師 還有我們立新的Sandy總監 還有我們市政府的市府同仁 還有非常非常多 這個的市民好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是不是請同學我稍微把口罩拿下一下 平常 市長致詞 各位一座都知道我致詞很短 因為我不是那麼愛講廢話的人 不過 我要跟大家說 其實今天我的內心是非常的激動 也非常的感動 太平國小的這個地方 是在我們基隆的後火車站 長拉撩山的山頂上 我記得在我剛上任之初 這個地方其實也是邊緣中的邊緣 因為後火車站本來就是沒有人會愛去的地方 而且在基隆我們是被鐵軌 被鐵路所分隔成兩個世界 那這個地方以前是 我們很多在基隆打拼的 碼頭工人所居住的一個區域 那也因為聚落的一個發達 所以蓋了太平國小 鼎盛的時候 這邊有上千名的學生 但城市的變遷 成幾何時 這個地方 衰敗了 沒落了 人口也老化了 學生也沒了 所以到最後 我們 不得已把太平國小 把它做一個結束 但是結束之後 我們再思考這個地方的重生 那當然地方上 我們民眾有許多的需求 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好多的民眾 建議這個地方 作為長照的中心 這個地方作為 理民的會堂 但市長那個時候在心裡面想 學校是一個什麼地方 學校是一個傳遞 知識 跟創造希望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 太平國小能夠重生 它也能夠成為基隆市未來 新的一個傳遞知識 並且創造希望的地方 這個就是當初市長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很多條件都不具備 那那個時候 我就是把我們基隆市的市政府 幾個局處的專案的會議 包括大基隆歷史場景的會議 四港再生的標竿會議 還有包括我們北無獨國際研發新政 這個專案的會議 還有幾個專案辦公室 我們把它拉上來這個地方 成立了一個秘密基地 在我們隔壁的這個教室房間裡面 裡面有大模型 有會議室 有很多的一個投影的設備 那個時候我們市政府 各個局處的同仁 從山腳下的市政府 上到山上來開會 那時候希望給我們市政府同仁一個 對基隆不一樣的視野 跟視角 讓我們的同仁能夠從不一樣的高度 重新看待基隆這座城市 而也找出新的希望跟未來 經過了幾年的一個時間 我們市政府的同仁在這個地方 去破壞出許許多多的這些政策 然後逐步的在我們議會的支持之下 一步一步的展開行動 我想這個過程 如人飲水人暖自知 我們的市政府的幾個局處的同仁 在這上面不曉得掉了多少的眼淚 付出多少的一個汗水 那所以我們今天太平國小 太平青鳥書店的一個開幕啟用 其實並不只是一個 獨立書店的開幕跟啟用而已 當初郭學院建築師接到這個案子 他非常的大膽 把那個學校的樓層把它敲開 說實在市長也算一個算大膽的人 但那個時候我跟建築師講說 是不是修不要那麼開 因為我們可能需要比較多的一點空間 來做一些使用 那一位建築師非常的優秀 他利用這個地形的環境 還有這個建築物本身的一些 給我們創造出了一個新的不一樣的一個空間 打開了這個建築物的一個視野 那後來我們在想說這個地方 未來要怎樣進一步的一個運用 這個時候青鳥書店出現了 就像那一隻青鳥帶來希望一樣 要在山上開書店 我想我們在地所有的基隆人 大家都會說那有可能的事 那要來開書店那不是市長封的 就是那個開書店的人封了 因為這麼山上這麼偏遠 其實交通不是很方便 開車還沒地方可以停 那怎麼在山上開書店 那不是瘋了嗎 不是小的 什麼人會做這個事情 當然青鳥就是瘋子 市長也是瘋子 因為為了基隆的這個城市 未來的理想 還有剛剛在講 我們心裡面的一個夢想 希望太平國小未來成為一個 傳遞知識的一個地方 創造希望的地方 所以太平青鳥進來了 那我們從今天開幕開始 我覺得是我們 咱那聊說 是我們太平地區一個新的 啟動了一個新的未來 這只不過是一個開始而已 其實未來我們還有好長的路要走 所以今天我們雖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不管是基隆的 我知道有很多是慕名從 新北桃園 這個跟台北市 來到這個地方的好朋友們 我希望大家不只是今天來 而是未來希望能夠這個地方 也成為各位的一個養分 滋養的一個場所 那希望大家共同參與 基隆市這個城市改造的一個行動 不管你是不是基隆人 不管你是不是曾經住過這邊 更不管你是不是在這裡出生 我常常在講 基隆是一個海洋的城市 心胸是開放的 只要任何一個人他來到基隆 都是我們家人人 所以我們在這邊 是不是也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兩個 也感謝兩個不怕死的新的基隆人 一個就是張鐵志 一個就是我們珊珊 謝謝他們兩位 無比的勇氣 那個時候他們講說要來 我說你們說真的嗎 那在這邊 滿滿的感謝 滿滿的感恩 我們今天的整個開幕 有好多好多的這些好朋友們 要跟我們做許多的一些分享 這些分享的這個題目 還有分享的這些內容 我相信對大家都會有非常多的啟發 跟刺激 那我們希望基隆不只是基隆 基隆是台灣頭 不只是地理上的 而是未來像回復到過去幾十年前基隆的榮光 那個榮光不是虛幻的 那個榮光是出自於我們可以為台灣這片土地 做出更多的貢獻 那我們能夠利用基隆的這個城市 為台灣引領出一條新的可能性跟路線來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期待 那要感謝的人太多 我沒有辦法一一致謝 那希望我們 以這個 以今天此時此刻 以這個地方 開始 我們為基隆為台灣 創造出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感謝大家 謝謝 就是太平國小的最後任校長 陳建文陳校長也在現場 陳校長是不是跟我們說幾句話 蔡委員還有副長還有各位 夥伴大家午安 我比較喜歡介紹我是太平國小第十任校長 為什麼呢?因為我還有一個夢這樣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介紹說我不是歲月任校長 我是蔡平國小第十任校長 其實我在這個地方其實只有兩年 然後其實在這個地方其實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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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回憶 尤其是當初大家邀請我回來開幕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盡相前缺 我有點 有很多的畫面其實就在腦中出現這樣 就是當初這兩年在這個地方做了哪些事情這樣 大家其實也很難想像就是 我過去到這個學校的時候 這個學校只有33個孩子 然後大部分的孩子就是住在這個山頭上 或者是在哀路邊邊的一些地方 其實我們的孩子大部分的來源都是這個地方 我們很少的孩子是從外學區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個地方其實雖然地勢有點高 可是其實我們過去也在這個地方 雖然覺得地勢高是一個烈勢 對我們招生來說 他是一個烈勢 可是對我們來說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學習場域 大家可以想像 我過去在這個學校的校慶 我不是辦運動會也不是辦園遊會 我過去在這個地方辦的校慶是 開幕完之後全校的人就不見了 為什麼不見了 因為我把整個社區設了16個點 然後讓孩子校慶那一天 在這16個點要去把這個地方的故事串起來 所以孩子最高要到最上面的太平早起會 然後最遠呢 要到安一路那個蘿莉桑 哈江那個賣年辯那個地方 就是90分鐘所有的孩子要完成這16個管卡 對我來說 他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場域 因為這個地方連車子都不容易上來 然後我就讓孩子在這個山頭上跑來跑去 我記得那天那個有來賓比較晚到學校 他說今天不是校慶嗎 怎麼都沒有人 連校門都不見了這樣 事實上就是我們當天在這個場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其實當初我想的想法是我覺得 這個學校很少 可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 我們怎麼樣跟社區一起讓這個學校 尤其是社區群的學校他有他的定位存在這樣 這是我們當初在這兩年 很努力做一些事情 也期待讓大家看得到這間學校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就是這100公 102公尺的校舍 我們過去常常在外牆上做一些些的事情 如果曾經他有回想的話 我們曾經在這個外牆上寫作2016基隆太平 對我來說太平這兩個字啊 是非常好的一個名詞 所以這兩年我們常常在寫作基隆太平的故事這樣 就是基隆太平 基隆太平 讓基隆太平能夠持續永遠不斷 所以我們曾經在外牆上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帶著孩子一起完成很多的事情 我們也帶著孩子把太平 基隆太平的春園到基隆市到處地方去分發 讓大家去接收到我們給大家的祝福 這是我對於學校雖然他高 可是我從來不覺得 學習一定在教室裡面發生這件事啊 就是整個基隆市其實只要眼睛看得到太平 看得到的場域 都是我太平師生可以運用的空間 這是過去我在太平國小一直在玩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 期待看一下我們過去那段時間 最後太平國小這段時間我可以跟大家講 太平國小最後結束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很暗淡消失的一個學校 它是一個在蠟燭即將要熄滅之前 大家可以理解嗎 蠟燭要熄滅之前它會 在佔當初最亮的光芒之後然後才熄掉 非常感謝就是我們的建築師 郭學元跟黃惠美 那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郭建築師代表 心情百感交集就是很激動 那其實那個我第一次到太平國小就是像今天這種天氣 然後那個徐憲心帶著我 然後一直看著這個 那一直 對我們一直在想 這邊到底能做什麼 然後那時候剛廢校 然後地上就是有一些椅子有一些桌椅 然後黑板上面還有一些留下來的一些字 那我一直覺得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其實是非常的動人 但是我們怎麼樣在這個地方 能夠重新給它一個新的一個生命 所以我後來的幾次的這個 跟市長的這個討論 還有跟這個都發處的那個徐處長一些討論 那處長後來 那個市長後來給了一個這個任務 就是說這邊他希望成為一個城市的一個起居室 跟一個突出越覽室 那這個是屬於整個這個基隆市的 那我們重新回來想這個整個基地 跟整個這個環境 那作為一個建築的專業 其實我們在想的就是說 怎麼樣透過這個建築物 重新再鏈接這個這個城市 讓這個這個建築 然後可以透過這個建築 重新把城市跟這個山海連接在一起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專業上的任務 那基隆其實是一個立體城市 它其實在西岸跟東岸 它其實整個視覺是看在一起 所以我們說基隆在港的任何一個地方 可以看到整個基隆的三層 所以基隆是一個立體城市 所以我們從山下去看的時候 它不只是基隆地標 它還有太平國小 所以太平國小其實是一個城市的可見 就是說在我們城市的任何一個 基隆城市的一個任何地方 其實可以看到太平國小 然後看到整個這個山城 甚至從山城去做一個回望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陸續這個跟那個 之前這邊有山海工作營 然後我們跟這個冠華老師 然後我們也來參加了兩次 這個山海工作營 然後開始從這個地方去走 走這個113巷 然後從這個幾個巷弄 那我們覺得這個未來的可能性 應該是要透過這個太平國小去整合 它應該是一個真正的一個清創的一個基地 透過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基地 然後來整個把這個 這個西岸三層這邊能夠整個 這個未來的這個創生可以可以強化出來 所以我覺得太平的這個創生基地 我們所給予的可能不只是一個租墊 我們可能透過這裡面的一個空橋 透過了這個一個樓梯 它可以看到這個整個城市 透過上面的這個瞭望塔 串聯一個城市的一個路徑 然後後面的這個後山 其實很多人爬山就是從這個地方串聯過來 未來我們也希望從這個登山的步道可以下來 然後穿過我們的太平的這個基地 然後一直從113巷串聯整個這個山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個從我們一開始這個市長的對這個這個的想法 然後這個情懷 然後重新把土地跟人可以鏈結在一起 成為這個城市的這個生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有的這個書店是一個很開始 那書店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那個非常要感謝那個清廟 就是在我們很多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第一時間就答應了 鐵字哥他就是 對這個 對這個的支持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也這個把這個三個元素 這個建築的元素 一個跨到屋頂的這個樓梯 然後180度的這個基隆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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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是那個彥欣講的 他說這個太平國小是180度的基隆 所以在透過這個地方可以看到整個這個基隆市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們建築師的專業只是把這個責任 然後給給強化出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山 海 然後太平國小的記憶 放作是我們這個太平創生基地很重要的元素 然後城市的連接 未來這個整個西岸的這個 的這個 社區創生的這個 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點 這個機會 感謝 剛才市長講的參與 近來默默 一起投入的這幾個人 這幾個瘋子 第一個是我們的結構技師 陳冠凡老師 他在第一時間呢 給我們一個 木購造的想法 然後介紹我們 推薦了一個施工單位 時事木購 時事木購的蔡有澤呢 他其實也許大家對在北部對他比較不了解 可是他在如果我提到說 古關那個非常昂貴的星野飯店 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我們是想要進去都進不去的這個地方 就是由他來施工的 然後我們知道說 他有這麼好的木購造的技術 所以我們 半脅迫 半利誘的 當然沒有利誘啦 我想希望他沒有賠錢 請他一定要來支持這個項目 所以他等於是 幫基隆一個 就跟我們一起做了一個 一場夢 台跟後面的空橋 大家各位可以看 那這些都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這些元素呢 其實因為木購 這個就是一個永續的一個材料 然後他跟著這個房子 也就是剛剛校長講的 他其實在火焰的最後 他重新又點燃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建築 他可以幫助這個土地 可以幫助這個環境 然後所以創造出來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 那當然最後我覺得 最後要謝謝市長 他很堅持 然後後面那邊他不讓我們敲 那後來我們就把那邊流程 是一個 這個像是一個舊有的回憶 所以未來各位可以看到那邊有幾間教室 保留了那個歷任校長的那個 那個照片跟那個說明在那個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回憶一下 那個國小以前的那個風景這樣子 這邊在介紹我們青島書店裡面說 要介紹我的共同創辦人 也是Verse的社長張鐵志 其實真的很感動 今天從10點就滿滿人潮 你可能想像一個書店的開幕 會成為一個城市的大事 甚至這些媒體很多報導 你也可能想像一個書店的開幕 會成為台灣今年社會文化界的一個大事 這絕對是我們當初在做 沒有任何一個想到的事情 那還是非常非常感謝 或是黃美兩位建築師當初的邀請 作為媒人讓我們認識都發出 不過我覺得一切都是有緣分 因為在太平青島開始之前呢 我們已經開始參與基隆的一些文化事務了 包括在2019年 我就參與曾助長的一個大歷史太造現場的行銷計畫 跟張漢寧一起 那去年我們又幫了這個文化局 編了一本再建合專書 講述基隆的歷史與產業 所以其實這兩年我覺得有文分來參與基隆的事務 深深感覺到基隆是一本巨大無比的書 是一個歷史書 是一個建築書 是一個隆人社會書 實在太精彩了 所以當時兩位建築師要邀請我們的時候 我知道當初我也會基隆朋友 就是的確是大家說的沒有人會看好 尤其是基隆人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很有信心有四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 就像剛才校長說這個景太好了 不只是景太好 而且這裡太有歷史 太有故事 一個有歷史的故事的地方 他必然是迷人的 第二個 我說了我給我再說一次 有郭駿和黃駿的兩位 可以在他們的建築裡面 做我們享受的事情 實在太美好的事情了 有美麗的view 有美麗的建築 還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個是市政府的支持 因為我算是有一點了解佑昌市長 在這裡面也有訪問 因為我覺得市長很特別 我自己是個文化人 我覺得台灣整個社會 包括政治部門對文化重視不夠 但市長非常重視以文化 作為城市治理的核心 這個說實話 我非常愛 我覺得這一點是台灣 大部分政治人物所沒有的 所以我們知道 當市政府 當獨法主願意做一個文化事業的時候 我們當然有信心 民間跟政府一起工作 第四點就是我們對我們自己有信心 我們大概知道書店該怎麼做 在這個時代做書店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書店一家就家開 有些方法論 這個方法論說實話也沒什麼特別的 第一個 就是書店要做它必須是活的不能是死的 書店怎麼跟網路書店競爭 大家上網買又便宜又快 7u 我也常在網路上買啊 所以你要活起來 要有足夠的文化能量 讓人願意走進來 透過產染 透過不同的方式 第二個 我覺得不同城市開的書店 我們要非常的重視去累積在地的知識 那尤其是用跨界的方式 光是以今天跟明天的開幕來說 我說我非常的驕傲 因為這兩天我們邀請到非常多 在地的相關的作家文化人設計師 甚至我們邀請在可能已經離開基隆的 在別的地方有很好表現的 包括林立正老師 無垢舞團的 我跟三十三親自就要在拜訪 請林老師來演講 那大家後來舞團這個發生火災 今年不能來 可是我要說的是說 我們希望把所有跟基隆有關的人 不一定是原來基隆人 包括市長說的新基隆人 對基隆有感情的參與過基隆 我們都希望邀請回來 而且我們非常跨界 這兩天活動有優人神鼓的表演 晚上有在基隆拍過MV的拍誰少年 明天晚上的基隆電影千行慢播 這一切跨界 都希望打造一個新的一輪空間 讓書店不只是書店 最後我想講的是 我要跟市長報告 我們的企圖心 我們想做的事情 也不是一個書店而已 我們希望書店 成為一個城市的文化勞動者 成為一個城市文化發動機 所以希望 從今以後我們的活動 不只在這個空間 這空間當然會有很多事情 不只在這個三層 我們也希望為整個基隆市 也許可以辦跟大家閱讀節 更多不同的活動 跟更多不同的設計師 藝術家 一起來創造 真的能夠參與到基隆文化的改變 那這個是我們的驕傲 也是我們的願望 謝謝 開幕 那當然開幕 我們有非常多重要的夥伴 像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近來 除了喝到FikaFika的咖啡之外 還有非常好喝的茶 就是我們的金聖宇 那讓我先跟大家介紹 我們金聖宇的裕辰 那金聖宇 第一次跟書店這麼緊密的合作 他一直認為喝茶就是閱讀 希望可以大家來書店買一本書 喝一杯茶 感受一下金融的海口味道 買最多的 有機會可以獲得我們的遊輪 我們還是要退一下我們的書本 對 今天如果你買一本書 我們就可以 就是沖咖啡泡茶給你喝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創造我們買書的新紀錄 謝謝 謝謝小明 謝謝小明